- 歡迎來到TVBS戰情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前子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是前立法委員郭正亮 立法委員張祈凱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立法委員陳玉珍 大家好 桃園市議員林濤 與嬌姐快樂 台北市議員李柏毅 大家好 觀眾朋友今天是元宵節 祝大家元宵愉快 人團圓 可是觀眾朋友 有一些人 有一些家庭 是永遠無法團圓了 我們來看看發生在去年12月 我們國軍的海虎艦出海 做一個演訓 結果很不幸的6名官兵落海了 到現在還有三個人失蹤 永遠回不了家了 要究責啊 要交代啊 我們看到國防部 其實有一個調查報告 前兩天出籠了 他的調查報告怎麼寫呢 他說這是環境與裝備 複合式因素造成 這是在繞口令嗎 還是在玩文字遊戲 我們看到立法委員馬文軍 他就講 他接獲爆料 這個造成意外的一個安全的 繩索的扣還 這是從大賣場買的 這是裝備出了問題嗎 我們來看看 海軍潛艦不久前 三人落海失蹤至今 由立委爆料 當下的安全扣還 是在大賣場買的 我們還聽到的是 這個安全鎖 是一般的大賣場 就可以買到的 這樣的安全鎖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工地使用的 什麼軍人用的安全扣還 在大賣場買 聽來的確有點離譜 我們也實際走訪 看看市售大多是哪種 像這種大賣場 或者是五金行 很簡單就可以購買到的 S型扣還 輕輕一扣就能馬上扣勞 他看起來整個本體 是蠻堅固的 不過這個扣還的勾處 可以看到 很有可能會因為時間的關係 導致他容易鬆脫 另外再來看一下 俗稱D型扣還 也有這種加強版 上面有這個螺母 輕輕一鎖 就無法輕易被扯動 就是這些便宜的扣還 價錢大約幾十塊到幾百塊 都是沒有經過認證的 若是專業用的登山扣還 價格可以到上千元 有兩大國際機構認證 最強主軸強度可達25千牛頓 人體最大能承受的衝擊力 則是12千牛頓 那麼問題來了 海軍所外購的扣還 到底是不是高品質的 應該使用軍規的這樣的裝備 就應該要提供軍規的裝備 私下了解海軍的確有 供發軍品的安全扣還 只是因為長久時間使用損壞後 的確是可以按照程序申請外購 產品只要是經過驗收合格 正當管道下購買都能使用 只是海軍調查報告顯示 三名洛海官兵是因為安全扣還 變形鬆脫導致 若都有經過驗收合格的產品 為何會鬆脫 雖然海軍已經承諾 未來會使用更高標準的 低型安全扣還 家屬和社會也都想知道 安全用品對外採購上 是否一切沒問題 好 觀眾朋友 海軍艦隊指揮部發言人 林傳聖少將 他怎麼說 他說 這個回顧到去年底的 這個事故發生的現場是 當時加班有11個人 有6個人落水 初步調查 這個艦艇上面的人 都依規定有穿救生衣 配掛安全鎖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安全鎖上面會有安全扣還 可是因為浪過大了 所以安全鎖撕裂 人員落水 那有沒有人受懲處呢 既然是環境或者裝備 可能交互影響的原因 造成這起意外 那有沒有人要被懲處 結果是沒有人被懲處 因為海軍重生 這是非人為過失 環境加裝備的因素釀禍 有點聽不懂 亮哥 因為海虎潛艦是1988年 下水服役 現在36年 那一天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他救難浮標 突然之間浮起來 這個叫裝備 這個不是環境 接下來那6名潛艇的兵 就上去看 結果有3個人 6個人都掉落水 後來結果有人死亡 失蹤到現在失蹤 對 失蹤 三位 三位失蹤 那掉落水失蹤 又說他身上裝備有問題 就是安全鎖 這樣就已經有兩個裝備出問題了 就浮標突然浮上來 所以他們上去查看 然後他的安全鎖又出問題 你如果說環境 環境當然不是人力可抗拒 可是裝備 裝備當然就一定會扯到人的問題 採購 採購 保養 都是 還有你這個要演練 為什麼就讓浮標會自己浮起來 難道之前都沒有模擬嗎 對不對 反正就是一種意外狀況 所以你潛艇本身也出意外狀況 所以浮標跑出來 然後本人的設備也發生意外狀況 人員設備有問題 對 人員設備也有狀況 潛艇設備也有意外狀況 我當然說這個潛艇36年 一定是會有一些意外狀況 這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覺得有點離譜 來 委員 依照這個世界 有一個現代戰艦的名錄的調查 大家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海軍 名列全世界是第12 我們排名還在澳洲跟加拿大 在希臘的前面 因為我們至少有90 就去年的統計 去年的11月的時候 我們91艘現代化的戰艦跟軍艦 就排名這麼前面 竟然這一次是什麼地方 安全守出問題 安全守是要保護 保護我們自己官兵的 就安全守竟然還出問題 而且他一開始的講法不一樣 海軍這邊講的是什麼 是斷內 就是剛剛亮哥講的斷內 到後來我們的官方部長出來說不是 他是鬆掉 所以人才掉下去 我就要問 不管是斷內 或者是鬆弛 這個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你說要查 好不好查 而且馬文晶這個爆料 當然就是要進一步去查 可是不會太難 第一個 你這種金氏採過這種 你不是只有戰艦買來 你本身你有裝備 一定有個合約 包括採過合約 包括備料都是有的 我不知道36年是不是當時 30年當年 備料當有沒有用完 這個是可以查 不過至少你去 安全守都還在 真的查不出來 你會離譜到說真的到大賣場去買 老講不難查 可是我覺得馬文晶既然敢出來講 他已經有某不聞到這個證據 所以我講一開始從合約跟備料去查 第二個你都到縣長去 把他查 說這個東西如果有換過 是什麼地方來的 製作各位朋友都知道 有時候有些東西 海棄沒問題 去外面用一些東西進來 可是你三條人命 這是多可憐的事情 我跟你講其中有一位 是住在那個彰化 我上五位 我上五位 還有有嚇鋼鐵的 我們民眾黨有一個民意代表 他跟他是同梯 就是同樣在這個上面 他說他還好 就是說他是提早離開 要不然他也是三個 裡面其中的一個 他就因為是自己的同梯的同袍 又是住在 都住在彰化 就跟他說 立委你要多幫幫忙 人到現在都沒找到 沒找到後續的問題 是很麻煩的事情 你也不能宣告死亡 所以很多那種賠償的問題 安置問題都還在 我在想說最近我應該還去看看他 所以第一個要把真相趕快搞清楚 所以民眾黨現在就很明顯要求說 你要把整個調查報告 你不能去糊弄什麼 一下說什麼環境 一下又是整個裝備 如果是裝備的話 就是人為的問題 你當初這個東西是怎麼買的 你保養有問題對不對 你到後來去那邊查 這個要追究到底 一個真相是要出來的 然後第二 整個家屬的整個安置 整個安置跟整個賠償的問題 要趕快進行 所以這個調查結果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有質疑 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是這樣子的調查結果 感覺沒有人負責 所以前潛艦官兵 軍官他叫做王志鵬 他就說這是海軍硬掰 在騙人 大白話講在騙人 民眾黨也呼籲海軍要公開報告 以朝公信 請透明 請公開 請讓我們可以相信這個政府 另外我們的海軍艦 現在這是我們首艘的國艦潛艦 國造的潛艦 什麼時候可以下水 什麼時候可以服役呢 這下水的最新進度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要等潛望境到貨之後 安裝完成之後就可以了 現在在服務待命 另外軍方也說了 沒有海側的時間表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來請教偉翰 這個海虎意外 其實我相信國人都非常的沉痛 因為三個人現在沒有找到 我們連講說他們三個不幸殉職 這個話我們都講不出口 對不對 我也希望他們 家屬到現在為止 他的太太還在PO文 還是希望他回家 講到這個東西我會比較激動一點 因為如果最後真的找不回來 至少知道是為什麼 跟我在講基本的事情是一樣的 因為是兩條人命 這裡也是三條人命 還在等待 所以大家在看報告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今天討論這一題 這事情過了一陣子了 因為他的報告 我有點情緒了 你寫這什麼東西 裝備與環境複合式因素 我不是立法委員 在場好幾個立法委員 如果在國防委會拜託 秀恩海軍 這句話是誰寫的 我再講一次 裝備與環境複合式因素 純屬意外 沒有人為舒適 這種報告是誰寫的 這個詞已經會 我相信過幾年以後 或者是我有機會再去 跟新聞學的學生上課的時候 這是什麼詞 推諉之詞 什麼叫裝備與環境複合式因素 這是個創造出來的 想要推諉的名字 你告訴我說裝備壞掉了 或者是決策錯誤不應該上甲板 都OK 但是你搞了半天說沒有人為舒適 純屬意外的時候 居然是推給裝備與環境複合式因素 剛剛亮哥已經講了 為什麼他的救難複雜會生起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為什麼決定上甲板去收 顯然判斷應該不會有意外 第三個你判斷不會有意外 下決策的人 你要保證裝備沒問題 那毛雲軍委員講的是不是事實 有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 海軍剛剛出來講 軍方的朋友跟我講說 海軍很保守 然後再加上說 你們媒體都喜歡討論這個 打擊我們軍方士氣 我們的前進也就自己騷 難道要把我們東西都公佈出來 讓大家這個掌握到嗎 所以我們不想講太清楚 對不起 我沒有要你講軍機 可是既然出了這個事情以後 也不是要懲處誰 我們要避免事情發生 或者是要給家屬交代 但是你講了個半天 很簡單 毛雲軍講的那個到底是不是大賣場 買的東西 我希望如果是國防部 應該一天就要有答案 是 他可以大膽講說是 而且我們買的時候 採購的強度是符合標準 那也OK 但是常常就是問了半天以後 沒有答案 然後你整個報告弄到這邊 你要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因為沒有人希望發生這個事情 身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都是台灣人 不是每天出了事情 就去罵海巡署 就去罵陸會 就去罵軍隊 然後就爽了 沒有 我也不希望 海巡跟海軍他們的士氣被打擊 但是你真正出了問題以後 要把真相告訴社會 社會才會敬重軍人 然後家屬才能夠釋懷 就不信 裝備不好 以後不要再發生了 每一個 我以前在軍隊的時候 我是空軍 我在服役那期間 發生好幾起的空難的意外 我們軍方訓練的時候也會出事的 家屬要的就是一個答案而已 我今天把孩子送過來當飛官 結果訓練過程當中出事了 他很難過 可是問題是他要的是答案 如果他很難過的時候 軍方為了讓國人 繼續認為國軍很好 不想看到真相 然後講出了謊言的話 或者是無關痛癢的 我再講一次 最後一次 裝備與環境複合式因素 這種答案 真的我相信沒有人會接受 這是什麼回答 每一個生命犧牲 我們當然不希望他犧牲 可是希望有代價 或者是有意義 你給這樣子的報告 給這樣子的答案 你覺得我們一般人 可以聽得下去嗎 來 進一下廣告 好 剛剛講到海軍 現在要講到海巡署 我們的金門事件 現在到底該如何落幕呢 對岸對於兩名漁民的死者 這個死因 各種疑點不斷的提出來 也派來了兩輪的代表 要來求真相 我們有給人家真相嗎 我們來看看 死者家屬 還有紅十字會人員 再度抵達跟海巡署 相約的會議室 因為雙方協商 似乎沒有達成共識 這已經是第二次面對面開會 二三號的協商 從早上十點 竟將紅十字會 相關人員一抵達金門後 所有人直奔飯店 歷經一個半小時 整個過程似乎很不順 海巡署官員面色凝重 面對所有問題 一概不回應 謝謝 後面的頭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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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離開 面對會議中 到底談了什麼 或是賠償問題 全都閉口不談 緊接著下午兩點 再度召開第二次 所有問題 就是環繞著 海巡署 無法還原 整個事發經過 再加上其中 紅十字會顧問 孫小冬具有醫學背景 因為家屬有提到 針對死者的傷口有疑慮 目前也將會安排 後續的解剖事宜 只是海巡署官員 在結束會議後 依舊是 追氣跨越 禁止水域的陸籍快艇 首次發生意外事故 釀成兩死 兩岸關係緊張 也讓日本媒體 相當關注 派人前往採訪 畢竟攸關 兩條人命到底 死者家屬跟海巡署 能不能達成共識 攸關未來兩岸關係 好你看到的這是第三次的協商對岸派人來 包括紅十字會 包括中國大陸的國台辦的人 還有一名近江紅會的顧問 孫小冬他有醫學背景 顯然對方對於漁民的死因 他們覺得有懷疑想要解剖 可是兩邊在閉門會議之後 都沒有跟記者說談了什麼 很明顯的沒有共識 委員 不等於沒有共識 有 有一個共識就是說 閉門會議不對外談 所以這事情您的觀察 沒有 大概現在 我們先講剛剛說那個設備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有點情形一樣 現在好像常常發生事情的時候 各部會就是說 你說海虎艦的事是不是 不管是海虎艦或是這一艦 其實都一樣 都有設備上的一些事情 我說像這邊是滅入器的設備 不完全所以沒有錄影 沒有影片 所以造成很多的紛擾 那邊是扣環不安全 這些都是說設備的不足 但是好像高層都會用說 這個就是不懲處 不什麼 就好像有點綁架說 如果你們一直批評這樣的事情 就好像你們不支持海巡署 你們不支持海軍 就用綁架基層 拉基層墊被 來當作不能評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一種是 讓人家感到很影響 因為政府施政 還是應該要公開透明 那所有的事情都一樣 只要有人傷亡 我們站在同理心思考 家屬都會希望知道死因為何 我父親過世我也開刀 我也是想知道為什麼 人同死心 現在他們的訴求 事實上就是幾點比較 就是其實也滿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要真相 到底是怎麼過往的 因為剛才不是說是蛇行嗎 他們翻覆嗎 後來不是說有接觸嗎 後來還決定說有碰撞 有碰撞 誰碰誰 反正有碰撞 到底是怎麼樣過世的 我今天又看到相關媒體 竟然報說什麼 我剛才早上看自由時報 竟然說他們是什麼 不是漁民 還是說什麼只有一年沒有駕照 什麼船岡新買的什麼 這些因為我有去了解整個情形 這些漁民 這幾位漁工 漁民他們事實上都是 他們是內地來的沒錯 他們在圍頭已經住一二十年了 他們都是老漁民 在圍頭已經住一二十年了 都住一二十年了 就在圍頭村已經落戶了 也生小孩了 又離婚的 又兄弟姐妹都有 所以圍頭村在哪裡 圍頭就是 昨天圍頭書記有來 圍頭就在泉州 圍頭很有名 因為金門能跟圍頭往來很明顯 金門很多圍頭人也加到金門來 所以圍頭就是很近 圍頭村 他們也在這邊住很久 所以這些人確實是漁民 我要漁民就是真的捕魚 他們是那天早上九點去撒網 然後中文要去收網 因為這幾年的確 我們這一邊的海洋富裕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漁員比較豐富 漁也是 漁要游到那裡去 也沒有那條線可以幫他限制 所以他們要來收網的時候 我們的海巡 弟兄看到了 就是正常的越界的話 正常就是應該做這樣驅趕 驅離 漁民有時候他真的是不願意走 或者他跑給你追 這個是最常發生的 跑給你追以後 有時候就會發生這些意外 以前都是抓回來 抓回來就是放在我們這邊 有些船在扣流 扣船 然後人還要調查 以前事實上要調查比較久 三 四個月 這一次事實上軍國 的確是有 還比較快 一個禮拜就讓他們回去了 就做行政上的處置讓他們回 所以事實上這也是我們這邊 釋出善意的這個部分 接著讓家屬 往生者過來 要有生還者 生還者也讓他們趕快回去了 讓他們先回去 然後現在過來就是 他們大概訴求是幾點 一個就是他們想知道真相 一樣就是要知道真相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就要知道 當然就要道歉 究責 道歉 究責 然後接著就是撫慰 就這四點 這樣訴求很明確就是這四點 那我們現在有答應到 他們什麼程度 這兩天都在談 事實上 撫慰現在可能也不是最優先事項 或者這個金額部分 應該不是最優先事項 因為大部分人都想知道是真相 真相就是說當然人證 物證 我們因為很不湊巧就沒有影片 沒有影片的情況下 那兩個回去的又說得不一樣 他又說得不一樣的話 到底是他在這邊說的是真的 還是回去說的是真的 我們當然是說 他這邊說的是真的 回去翻拱 也有人說他這邊 可能因為不敢說真話 回去站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 才敢講 所以這個東西就有很多事實 就是雷達的軌跡 什麼衛星這個東西 如果有充足的事實 我們這邊還有四個人也還在 所以應該是 理論上這個東西是越公開透明 越不會有疑慮 因為任何單位 就這種不管海巡押 像剛剛那個海軍押 都是相對 公部門都相對比較保守 所以在保守過程中 有時候很多事情就不對外呈現 不對外呈現的時候 有時候對我們自己有利的 也怕什麼就沒有被授權 就不講 不講的情況下就 疑問就越來越多 我覺得跟我們自己的 中華民國政府 打交道要執掉真的很辛苦 要一個真相真的很難 疫苗 雞蛋 到現在軍方的事情 而這一次的軍方事情 是鬧出人命的 在海軍 海虎艦 是三條人命 到現在兩個月還沒找到 你講不管是機械跟環境 請問機械採購的問題不是人禍嗎 請問環境你做決策 要不要上去這個艦上面 要去查看 難道不是人禍嗎 這一次的海巡 是對岸的漁民兩條人命 難道我們瞭解這個真相 知道真相本身而已 這麼難嗎 還是說真相不能公布 所以無法公布 你知道多難 難道連美國都沒辦法掌握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Miller 他是說他沒有針對這個意見 這個事件做深入的評析 可是他說 不要先不要爭端 先起來 這個蘇利文國家安全顧問 他講說我沒有辦法針對事實 來做評論 我相信他對於事實 也還沒掌握清楚 因為台灣的政府 他的影像就是不公布 所以他只能講說 而且他說大聲明確的講說 兩岸要和平穩定 可是在這種人命關天的狀況之下 你要讓大家情緒怎麼穩定 你說真的今天大陸當然他想要克制自己 可是他們的人民會不會也 情緒到達一定的程度 這都是要多方去觀察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 看到這個協商的過程中 今天早上又在溝通 我看到的一線曙光是 因為現在出動的是紅職智會 金門的紅職智會過去 不管是在2019年已降 跟大陸的近江紅職智會 是辦很多活動的 兩岸的青年活動 辦很多的交流 如果我們的陸委會 跟海集會不做 給民間做 給民間談 然後在這過程中 你不要從中作梗 你不要又破壞了兩岸的協議 或是說在這過程中 如果我們很多民間的單位 包括海巡 自由 總會 想要對這些已經逝去的生命 先表示一點撫慰 表現一種台灣人民的友善的態度 你也不要去擋 你不要拿那麼多政治的說法 去擋這個 所有的這些人道的過程中 我覺得這才是台灣民眾希望看到的 海巡署沒有錄到任何的 事發當時的影像 這件事情對大家來說都不可思議 現在有一些接近海巡 或者是說接近海事人員的說法是 因為真相沒有辦法公布 所以選擇說謊沒有錄到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也不是 因為2月16號 管碧琳說他把所有的事證交給檢察官 請問你交了什麼事證 檢察官後來我們發現 他是透過約談還原真相 有試證嗎 沒有錄像 請問船隻的碰撞的 檢驗的報告有出來嗎 槍支有沒有開火 有檢驗報告嗎 驗屍 受害者有沒有被撞傷 這個有檢驗報告嗎 通通都沒有看到 你有看到海巡署公布船隻的照片嗎 沒有 任何的刑事案件 有人死了就是刑事案件 怎麼可能透過約談來證明 管碧琳竟然這樣講 他說我們光是透過約談 跟真相也差不多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辦案嗎 我們台灣是法治國家 你要有物證吧 你現在有看到哪一項物證 沒有影片 然後沒有船撞的檢驗報告 沒有槍支的檢驗報告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驗屍報告 你叫人家就要吞你的單方說法 世界上哪有這種事 所以大陸當然不能接收 因為辦一個案 你起碼要有物證 我再講一個物證 如果許曉星公布的那個 時間表是真的 中間空檔就是 將近40分鐘 40分鐘有航機圖 你為什麼要用示意圖 示意圖是你海巡署自己畫的 航機圖就是物證 科學紀錄 你就公布航機圖給大家看 看那40分鐘 你船到底在怎麼開 為什麼最後會停在0.86海里 距離管制線 如果是0.86海里 它直線逃逸不就結束了 所以我合理懷疑 你是在緊追要求登檢 因為緊追全國際海洋法是規定 越過海域你可以追它 因為你要扣船 所以它一定是被你追追追追追 在那邊繞 最後在這裡翻船 至少航機圖這個是科學 你以為只有你有 搞不好大陸也有 人家只是現在不要 整個攤蓋來讓你難看而已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不要以為這樣糊隆糊隆 沒有一個物證 你要大家買你的單 你不要做夢了 好 我們先進一項廣告 明星期間 我們請去英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